公元956年,后州皇帝国荣亲自渡军,南下征讨南唐,在镇阳大败唐军,接着围攻兽州。兽州在南唐名将刘仁山的放手下,始终没有让州军拿下。 州主国荣另辟蹊径,他另派时任殿前军都于侯的赵匡应,带兵直接越过兽州,前往攻打除州。 赵匡应在清流关和除州,两次打败并活着了南唐首将黄虎辉,顺利地拿下了除州。 郭荣见赵匡应得胜,又加派了赵匡应的父亲赵红颖,带兵过除州,直接攻打南唐东都扬州。 大家好,今天咱们继续舞台演绎,我是杨领辉。 赵红颖来到除州,在城中休整,州主郭荣探知扬州没有防备,就下令让赵红颖不要停留, 树树向扬州进兵,另派韩领坤和白炎玉支援赵红颖。 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,赵红颖竟然生病了,而且病得还不轻。 但他还是带病,坚持和韩领坤、白炎玉一起向扬州出发。 金陵这边,唐主李景屡屡接到败报,也很是着急,他知道战场上很难取胜,就想着还是求和吧。 于是,他派了四州衙将王之朗,奉表到寿州求和。 郭荣打开响表,见李景自称大唐皇帝,还是生气。 虽然李景还表示每年可以赠送财物,并以凶四周,但郭荣还是不领情, 直接和之前对待蜀国一样,不给回书,并把王之朗撵了回来。 唐主李景,见十字被撵了回来,知道郭荣嫌弃自己诚意不足, 就另派汉林学士忠摩,公布侍郎李德明, 带着御服御药,金器千两,银器五千两,捐两千匹, 靠军牛五百头,九两千户,再次来到寿州城下, 希望能游说郭荣退兵。 州主郭荣,想给南唐来使来一个下马威, 他让军士列阵两旁,各个手握钢刀,威严树木, 然后才接见他们。 钟摩李德明,一看到这阵势,心中已然惊慌, 等靠近狱前,见郭荣威严赫赫坐在上位, 贝优德就屈身败倒在地, 战战兢兢地说明了来意,请求修兵。 郭荣听后,说道, 你主李景,自称是唐氏后裔,应该明知礼仪, 太祖以来,到镇即位,已经六年有余, 你国只隔有一水,却未尝浅一时修好, 反而不远千里,飘扬过海的勾结契丹, 舍华士仪,礼仪何在? 你二人来此,想要说服朕霸兵? 但,朕非于主,岂是你等三寸之蛇可以说得动的? 回去告诉尼主,让他亲自前来见朕, 当面告罪,朕就放他一马, 否则朕倒是真的想去精明看看, 看一下精明府库够不够正靠军, 到时候,你国君臣可休得后悔。 钟摩和李德明听完郭荣之言, 纵然平日素有苦才, 此时也被震慑得一语难发, 只能唯唯告辞, 郭荣放回了李德明, 把周膜留了下来。 不要以为李景派人秋和郭荣就停下了南征的步伐, 他继续推出赵洪颖速速禁逼扬州。 赵洪颖这边, 赵洪颖和韩令坤、白炎玉本来已经出发, 不料途中赵洪颖病情加重, 实在无法坚持, 就返回到了楚州养病。 郭荣得知情况后, 就让韩令坤、白炎玉带兵继续攻打扬州。 韩令坤二人带兵来到扬州, 发现扬州城真的毫无防备。 韩令坤让白炎玉带领数百骑兵前去探路, 没想到白炎玉直接大摇大摆地就入了城, 丝毫没有遭到抵抗。 韩令坤见状, 确信扬州无防备, 自己就带着大军也入了城。 等韩令坤带大军到了, 扬州守军才意识到州军来了, 赶紧烧毁官府民社, 弃城南逃。 韩令坤下令, 收捕官吏。 冯颜鲁是东都副留守, 他也想逃跑, 但动作慢了一点, 没有逃出去。 他见州军在城中收捕官员, 就灵机一动, 找了一个佛士削去头发, 假扮成僧人。 不料收捕的军事, 正好有人认识他, 就把他坐落起来。 扬州城中还住着一人, 就是之前咱们提到的马西虫。 楚国灭国后, 他被李景派到了扬州围官, 此时也被韩令坤抓住了。 韩令坤二人, 见封严鲁等官员抓捕完成后, 就下令停止收捕, 张板安民。 然后向郭荣报捷, 并把封严鲁和马西虫都押送到了瘦州行载。 郭荣得知扬州城拿了下来, 就让韩令坤继续向前攻打泰州。 泰州城不是一个要地, 但城中住了一群人, 让李景颇为不放心。 这群人就是杨行命的后人。 杨浦三位以来, 杨氏族人本来住在扬州, 后来杨浦死后, 其子孙前往泰州居住。 咱们之前提过, 杨氏后人被锁在永宁宫中断绝外界来往, 以至于到了分配年龄, 只能在竹人中内部通婚。 所生的后代, 一来是尽情结合, 二来隔绝外界, 各个都是愚蠢无比。 到现在, 杨氏后人, 男性有六十余人, 女性也有数十人。 李景担心杨氏后人趁乱生变, 就派了引言犯到泰州, 准备把这些人前往运州军口。 引言犯到了泰州, 驱赶杨氏后人上路。 走到半路, 引言犯以道路监陷为借口, 直接杀了所有的杨氏男子, 留下女子不杀。 至此, 男无杨氏, 不复存在。 李景知道后, 虽然心中很是认同引言犯的做法, 但对外还是要表现出极度的愤怒, 甚至不惜杀了引言犯。 这个引言犯有苦难言, 只能为主背锅。 也算是死得起锁了。 韩令昆这边, 他带兵来到泰州, 也没有遭到怎么抵抗, 泰州次使直接开城投降。 精灵李景接到泰州搜索的消息, 心机如焚。 这时候, 宋祈秋, 封延吉等人, 建议向辽国求援。 李景派人携带纳叔, 冒险从陆路前往辽国。 这时候有人该问, 这次为啥不周水路了? 答案很简单, 水路太慢。 南唐使者刚走到淮北, 一不小心就被周军坐落去, 一收身, 这封辣叔就被收落出来。 周军一看, 关系重大, 就赶紧地连人带叔一起送到了行载。 郭荣看了书信, 大怒, 不再相信南唐求和的诚意, 继继续催促各军加紧进攻。 东线吴越在宣州, 西线武平在鄂州, 也都取得了胜利。 而金陵这边, 李景左等右等, 一直等不到辽国援军, 只能再次求和。 这一次的诚意, 明显比上两次要大得多, 准备效仿江浙和湖南, 奉州为正硕, 每年税共百万, 并割让江北六州给周国。 在选使者的时候, 奉燕吉为了排除异己, 他建议派师公孙胜, 礼部尚书王重志, 公布侍郎李德明一起先王。 孙胜在咱们之前的故事中, 已经出现过两次, 第一次出现在第46讲, 那时候, 他还是后唐汴州首将, 诸首颖的一个偏将, 第二次出现在第100讲, 他已经是南唐的宰相了, 这中间他经历了什么呢? 咱们简单地回顾一下。 孙胜出生年月不祥, 密州人好学有文采, 尤其是擅长写诗, 年少时出家做了道士, 但道士做得挺失败, 被同工的道士赶了出来。 他无处可去, 游荡在河北、 赵国和魏博之间, 后来他投奔了李存旭, 李存旭将他文采好, 就让他做了秘书省著作左廊, 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员, 而且还是个副职, 后来他成为了诸首颖的部下。 后唐天成二年, 也就是公元927年, 诸首颖出征汴州, 孙胜就做了汴州的判官。 再后来, 诸首颖造反福朱, 按道理孙胜也难逃一死, 但他在诸首颖败王之际, 找机会逃了出去, 连家人都没带。 本来想等风头过了, 自己再回去, 哪知道, 当时的全臣安崇慧特别讨厌他。 安崇慧让人画了孙胜的画像, 全国追捕。 也不知道这个孙胜用了什么方法, 安崇慧一直都抓不到他, 就把怒气发在了他家人身上, 杀了孙胜全家。 孙胜一直逃亡在陈州、 宋州之间, 时间一晃就过了近十年。 他听说南方吴国的徐志告, 李贤下士, 就偷偷地来到吴国投奔徐志告。 徐志告见孙胜文才了得, 就收下了他。 后来徐志告创位建立了南唐, 改名为李变。 这其中, 李变尊杨扬为帐皇的册文, 还是出自孙胜之手。 李变是孙胜的贵人, 他特别喜欢孙胜, 每次讨论事情, 孙胜出的主意都非常符合李变的想法, 所以李变不断地给他升官, 最后直接做到了幼谱叶, 成为了南唐的宰相。 这时候, 南唐还有一个宰相, 就是封严己。 这个封严己是一个典型的宁臣, 孙胜很不喜欢他, 甚至出言讽刺过他。 自然的, 他也是遭到了封严己的记恨, 从此二人就逐渐地成为了不死不休的政敌。 现在孙胜一听封严己推荐自己, 就直接对封严己说, 此行本该是你去, 只是如果我推辞, 实在有负国恩, 为了报答先帝知遇之恩, 我愿意走这一趟, 能和谈最好, 谈不成我就死在那边。 你身为国之大臣, 应该知道君辱臣死的道理,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误国了。 众臣听后都惊恶不已, 冯严己也惭愧地不能对答。 快出发的时候, 孙胜知道此行难免一死, 就趁一夜找到了王从志, 对他说, 我一决定不负永灵一剖土, 其他的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。 你家里有百余口人, 适当地考虑一下后路。 永灵是里边的陵墓, 第二天, 孙胜吵吵地搜索了行装, 和王从志李德明一起, 启程上路。 走在路上, 又听闻光州, 苏州, 齐州等地, 守将或使或降, 山州都归了州国。 没多久, 他们一行来到了瘦州城下, 拜见州主郭荣。 郭荣见孙胜来了, 先不谈议和之事, 而是直接带着孙胜来到了瘦州城下, 让孙胜劝刘仁善投降。 刘仁善见到孙胜, 在城上下拜, 孙胜对刘仁善道, 郭荣听后大怒, 就让人把孙胜绑了起来, 孙胜说道, 郭荣一听, 这话说得有道理, 就又放了孙胜。 孙胜把话题转移到了义和这个主题上, 他对郭荣说, 郭荣对孙胜说, 孙胜从容地回答道, 称臣纳贡并非虚文, 况且陛下难征不服, 现在毕国已经归命, 叛计讨伏计设, 古来圣明帝王大多如此, 望陛下明见。 郭荣说道, 这时候李德明在一旁说道, 郭荣听后, 就放了李德明回去, 孙胜又奏请, 让王重志也一起回去。 李德明、王重志二人回到金陵, 对李景说州军如何如何的厉害, 劝李景阁让江北之地。 李景听后自然不快, 宋奇修在一旁说, 一旁的王重志, 听宋奇修这么一说, 吓得赶紧把责任都往李德明身上推。 同样在场的陈觉, 平时也不喜欢李德明和孙胜, 他站起来说, 李德明奉旨初始, 不但没有伸张国威, 反而殊情强敌, 自恃国弱, 这与卖国合意, 请陛下诉诉明正典型, 再图退敌之策。 李景听后大怒, 立马让人绑了李德明, 推到世朝中, 斩首失重。 就这样, 唐主三次求和, 均以失败告终, 他不得不再派兵, 抵挡州军。 这一次, 他下了血本, 直接让自己的弟弟, 欺望李景达为帅, 带兵六万, 渡江御敌。 这一去, 就发生了五代右仪著名战争, 那就是六合之战。 这一战, 真正打出了赵光阴的威名,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 请大家点赞, 评论, 转发, 咱们下一讲, 继续分解。 看到这一秒的朋友们,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,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。 YouTuber的朋友们, 订阅后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。 也可以到我的主页中找到往期视频, 五代演绎已经更新了一百多集, 估计是全网最详细的, 五代是国周章历史的解说视频。 创作不易, 真的很需要您的支持。 谢谢大家, 我是杨利辉。